灵修主题 什么是天国 今日灵修经据 马太福音 五章 三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责天启示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约翰福音 十四章 一至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天国是一个 在天上的某一个地方 因为主耶稣说的很清楚 天是神的宝座 所在地 耶和华 做的宝座 在天上 我们尊 耶和华的名 为圣 神 是我们 在天上的父 若是有人告诉你 天国 不是在天上的某一个地方 千万不要相信他 因为他错了 主耶稣说的话 简单明了 清清楚楚 连小孩子都可以懂 我们不要扭曲 主耶稣的话 扭曲神的话 来凑合自己的神学思想 是犯罪的 能够进入天国的基督徒 是和神在一起 是至高的荣耀 最大的恩典和福气 天国 是那在天上的神的国度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去天国的门 是窄的 路是小的 进去的人也少 主耶稣看到 能进天国的人 少啊 多么无赖啊 主耶稣多么希望 有很多人可以进天国 但是我们常让主耶稣失望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们只能怪自己不争气 自以为意 和被利的罪信 仍旧和我们在一起 他们的力量仍是那么强大 要抵挡住这些诱惑 去遵行天父的旨意 似乎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但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 检讨一下 自己是否 没有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的爱神呢 基督徒要成圣 尽力啊 做一个真基督徒 做一个好基督徒 努力让主耶稣认识我们吧 亲爱的天父 孩儿爱你 孩儿是真的爱你 孩儿要回家 回到天父 你那里去 孩儿背利了你的吩咐 因着悲励的罪信 使得孩儿深受其害 犯了很多罪 吃了很多苦 亲爱的天父 请你怜悯我 饶恕我 现在我正在 走向回家的路上面 请你保守我 不要让我迷失 给我加添力量 使我称赤得住 跌倒了 能够再爬起来 亲爱的天父 孩儿要回家 孩儿再也不要背利你了 你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孩儿好想你 想念你的呼唤 想念你的微笑 孩儿要回到你的面前去 像以前那样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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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